無線熱波古裝劇包青天再起風雲 雖然主角是包青 不過在他身邊的展昭都不容忽視 有南俠、魚貓和展紅飛之稱的展昭 自小就習武 是一位忠肝義膽之人 他以劍法最為文明 根據《三合五儀》小說中提到 展昭在皇帝面前親自展示了三藝之後 皇帝立即傳旨 封展昭為《御前四品大都護衛》 而並非劇集所說的《五品大都示威》 另外劇中張鎮朗的官服是紫色這一點 亦疑似誤導觀眾 因為根據《宋代官服》所記載 只有三品官以上才可以穿紫色衣服 而張鎮朗被介紹為《五品官》 又何來可以穿紫色的官服呢? 對於無線屢次出錯網友都紛紛責罵 認為這些歷史可以到處找相關資料 為何不用心去研究呢?